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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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全世界除了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外 在大小中国的眼中 原来还可以分为六类不同的国家 第一类就像日本、南韩和德国一样 曾经被美国脅迫或欺凌的国家 不单止过去曾经受挟迫和欺凌 现在有些国家还在继续受这件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和日本成为战败国 日本跟了美国 德国亦被分裂为两个国家 分别是东德和西德 在1989年 他们终于可以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德国 但日本这类深受美国欺凌 而且成为习惯 还很开心的国家 不是感怒而不感言 他们被美国扔掉两个原子弹 到港岛和长期之后 现在还亲烈地叫老美做老豆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 对日本也是照顾有加的 日本有机会不是想感恩 亦不是想报恩 他是想在中国背后开核唱和 日本现在还被美国重重控制 到底有没有机会成为中国的盟友呢? 大小中国就说有 但要等到中国对美国有压倒性的优势时候 日本一定会反复重申 但终日友谊是天长地久 然后日本的领导人 便会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真诚道歉 叩头叩刀 连地下都叩出一个洞为止 可惜到那个时候 中国还需要日本吗? 我自己的看法是 日本一定不会这样做 他只会有机会 继续去抹黑中国 以及继续去反中国 因为根本一直以来都看不起我们国家 还有日本是非常有计划地侵略我们国家 想霸占我们中国的土地 所以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想令到他很支持中国 是几乎不可能的 他不在背后开核唱 已经算是很好的 但对于南韩来说 南韩对于东北亚的地区 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日本一直都看不起南韩 觉得南韩是次等民族 南韩对于中国来说 是是有是敌 因为他受美国的脅迫 必须要对中国进行一些挑衅的行为 但另一方面 他亦要依靠中国 输入很多物资或资源 例如大家最近所见的尿素问题 可见一班 德国无数次想和中国走得更近 2019年 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 启动最大规模的代表团访华 以及今年年初 欧盟和中国所签订的投资协定 德国是最大的牵头国 但结果被美国搞两搞 事情就好像无疾而终 所以这类型的国家 德国、南韩和日本 他们都想和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 往往没有办法很光明正大 和很实在地达到一些协议 和做出一些建设性的行动 第二类呢 就好像丹麦、瑞典、荷兰 这些这么小的国家 这类国家就更加无所谓 反正老美都在抢劫了 又不是抢我一个 抢我一元 可能抢你也要抢十元 所以这些国家对它来说 就无所谓 抢些钱就给你抢些钱 反正都要不了我的命 我当是交税就算了 美国如果要打老耳 即是打我们中国 我何得何能呢 我就这么小的国土 这么小的资源 这么小的GDP 能量又不高 反正都做不到第二位 美国也打不到我头上来 我在旁边 就看看业鸟就算了 其实还有些国家 好像波兰、冰岛 他们反而会主动要求 美国驻军 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全 因为他们的军队 真的非常弱 而且欧洲各国都强敌还致 所以看到尤其是波兰 曾经受过前苏联统治的国家 更加是非常之心惊 那么怕前苏联 即是现在的俄罗斯 不如我接受美国的保护 这样才是得其所在 付少少钱就可以买到平安 大家说正不正? 有些国家还是处于游离状态 某程度上 还是希望美国维持它自己的霸权 因为大多数人都喜欢过一些安逸的日子 边离边虚实在太麻烦了 所以这些国家 我们归类为第二类的国家 至于第三类国家 就是英国、澳洲和加拿大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基本上在根源度 是和美国是亲戚来的 相同的文化 而且走得非常之近 我们也看到所谓的五眼联盟 虽然说国际之间只有利益 而没有朋友 但是 好大都是同一个语系 就是英语系 同一个族系 总可以减少一些磨擦 对他们来说 深刻地认同美国的战略 某一方面 希望美国可以堆垮中国 自己还可以上前分一杯羹 但是老美会不会有那么好死呢? 当然不会 所以他们真的想多了 但是他们又不敢和中国撕破面 万一中国真的挖起了 自己就会很麻烦 因为你看之前 你走得那么近 站得那么近 我可以怎样做呢? 我唯有继续去反制裁你 大家看到今次东澳的情况 大家都很清楚了 美国就说要抵制 有哪个国家跟 澳洲第一国出来跟 这些国家 就会对美国搖旗纳喊 要成为美国的帮凶 但只是一面之间的事 会不会真的做呢? 想清想楚 其实说白一点 这班安格佬撒克信族 究竟会否禁意罢休呢? 我们看到 当年英籍时期的香港 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在香港放了多少间谍? 放了多少所谓的英国人 在我们的政治系统里面 大家都有眼见 我就觉得 他们一定会继续活黑 和打压我们的中国 英联邦 香港成员还要计算印度 何况 他对边境的问题 一直都是念念不忘 所以这些是第三类国家 至于第四类 就像法国那样的国家 他们有自由和浪漫的传统 法国发生了历史上最多次流血事件的革命 法国的确有自由之名 算是反对美国的西方大国 亦是最早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其实 法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 就开始无法忍受 美国对欧洲和对法国的控制 尤其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 一心要恢复法国的荣光 不希望法国成为美国的附庸国 所以在50年代开始 就一直反对美国 当时在60年代 因为美元的问题 差点令到美国下不了台 由50年代开始 不单直接驱港美国在法国的驻军 清理美国在法国的军事基地 而且还直接退出美国主导的不弱 自己来自己生产武器 我们都知道幻影战机系列 但到后来在2009年的时候 他才重返不弱 现在面对美国对俄罗斯的挑拨离间 第一个出来说话的就是法国 他问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和俄罗斯谈 为什么一直被老美欺骗我们呢? 法国的确是有吉士的 所以法国是可以争取的 也都是西方国家之中 唯一一个 够胆和美国唱对台戏的国家 而且还保留着自由精神的国家 但是 除非中美的实力再接近些 如果不是 法国只会去选择做 騎场派 这类就是第四类国家 第五类就像非洲这类型的国家 他们只可以做吃瓜观众 因为对于非洲来说 他们真的国家太弱了 而且军力又不强大 凭什么和美国咬手瓜呢? 但是自从2013年的一带一路实现之后 我就觉得 非洲很多国家 视中国为好朋友 好伙伴 因为中国已经对非洲 投下了非常庞大的资源和资金 去帮非洲建设 我自己个人感觉 非洲是会感恩中国的 第六类国家 就是美国给中国安排的朋友 例如北韩、伊朗等类型的国家 新加坡是否呢? 我觉得也有机会是 因为我们看到当年的李光耀 接见我们邓小平先生的时候 和邓小平先生说的一番话 结果令到中国逐渐走向经济发达之路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感恩 亦都要感谢这帮第六类国家的朋友 令到我们中国 不会在国际上高太过寂寞 其实中国一路宣度 不结民运动 这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存 对于我们一个这么庞大体系的国家来说 我们绝对不可以结民 因为每一个国家 其实都是我们的伙伴 我们的朋友 我们不希望树立敌人 我们只希望大家共同富裕 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是不少国家被美国迫上两山 结果和中国不知不觉地越走越近 这是中国为何会越来越强大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相信没有任何国家 希望自己继续受到欺凌 以及继续受到脅迫 美国的略夺心态 以及美国的美元霸权 在在影响了很多国家 对美国产生一个负面观感 这个负面观感 是大家都摆在眼前的 所以美国的势势越来越弱 无论它找多少个国家结民 大家其实都不可以同心协力 去面对中国挖起这个问题 下一集我将会跟大家讲一讲 中国和巴基斯坦印度之间的问题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 大家如果想再继续收看 戴卫sir对国际事务的分析 请大家订阅和分享戴卫sir的频道 多谢大家 感谢观看